李荣浩17日带着第五张全新专辑 来台北跟大家见面啦 而这次的宣传也比照上张专辑的手法 从六月开始每月推出 超新闹的做法便李荣浩都说话啦 去年打太多了我永远烦 我去年那个恩量专辑打了九十五个 到发片的时候已经打了十一个月了 十个月了 我自己都觉得太久了 所以今年我就觉得说 算了我们就发六个单纯 其他的就不单独再去订阅 有时候讲到我们有听到我们这些歌吗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也挺开心的 因为大家喜欢 不过每逢遇见李荣浩或者是杨澄霖 莫名都要update一下两人的最新动态 而小鸡之们为了不离屁 更是想到白头发都要出来啦 有一首新歌大家都蛮喜欢就是年少有为 那你最近也算年少有为 那妈妈会不会说 好 这非婚这样的妈妈 好 这非婚这样的妈妈 好 这非婚 没错 这非婚 这非婚众就可以结束了可以拿现场 会不会像海外求婚的 就想问这个啦 好 好 好 我逼回来你 好 好 好 那我说我说你也说一下 等一下不要期待他 是不是怕被破梗 没有 乱说吧 这你猜到他有意思 还有荣浩哥 真的是太帅啦 我们就一起期待哥的求婚咯 我把这个想法想放开 我们就去找婚咯 现在有什么 好 这些活动 我们就去找你了 好 这些活动 我们就去找你了